一个板车背个挖机跑到318来打卡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哈喽老铁们我是写娃娃 昨天我们从七里上高速 我们的第一站定在康定全程有700多公里 然后全程呢也是一个人开车 所以啊我们在路上只要感觉累了困了 我们就直接下服务区在服务区休息好了我们再出发 到了南村服务区看到一个同行啊在服务区里面干活 我们到了南村服务区 这里有个同行在干活啊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出发 这个板车我们出发的时候把油加满了 现在我们在服务区补充一点油 总共我们跑了500多公里路 加了700多块钱的油 合算下来啊投了1块45 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 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争取今天感到康定 兄弟们我们到了第一个打卡点天全服务区 这是进账必打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也停下来打下卡 由于我们开的这个车太显眼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打卡 然后其他游客又在我们车子这里打卡 真的怪不好意思的 到了天全服务区看到其他车主都在贴这个车标 我们也去整两张也给他贴上 贴好了之后我们再打一个卡就准备出发去康定 这里到康定 还有80多公里路 这期间有一个粉丝大哥联系我说 一个人开车太累了 他开的车跟着我们一路 把我们送到折兜山塔宫那边去 当我们适应了这里的高反 然后他再开车回来 然后他又会开大车 也能帮我开一下车子 实在是太感谢这位同行大哥了 在这个二热山隧道里面 拍这个红旗和档旗 由于没有来得及 这个红旗没有拍拳 有一点点遗憾 出了这个隧道 基本上我们就到康定高速路口了 下了高速 还要进去七八公里路 踩到康定城 今天我们就在康定休息一晚 然后明天看情况 天气好 我们就明天出发 天气不好的话 我们就休整一两天 然后再出发 感谢兄弟们观看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